说起张家辉,你们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那个一刀暴击999的渣渣飞 说起王大陆,你们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那个一口能吃下小朋友的搞笑男 说起软金天,你们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那个温柔的偶像剧《天王》 那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上面的三位主演聚集在一起 而且还是演一部犯罪动作片 这画面你们能在脑海中想象出来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Nemo 纯国产暗黑现实复仇动作电影《怒潮》 将于12月16日正式在国内各大演员上映 《怒潮》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涵盖了张家辉,软金天王,大陆在内的中国、香港、台湾两地打卡 他有导演马玉科指导,同时也是编剧和主演 什么?马玉科是谁?你们这样不认识啊? 哎呀,我的天啊,来来来来来,上VC啊 喂 阿伟死了啦,你敢有没有偶像 断坤我裸钢 耶稣都留不住,他是我画的 咳咳咳咳,他们言归正传啊 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来自于预告片里的影片定位 《暗黑现实复仇动作爽片》 虽然这个词语看着像是在debuff 但我们把它拆开之后就能得出三个关键词 《暗黑现实复仇动作爽片》 有人说怒潮除了尺度一无是处 这句话我并不是很认可 虽然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看完电影后呢 确确实实给了我一点小小的震撼 2023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呢 涌现出一股新趋势 这个趋势呢 放在过去呢 是想都不敢想的 比如销售的他 孤注一掷等等等等 他们都打破了过去对题材 敏感和尺度暴力的顾虑 直接让有关诈骗 勒索人口贩卖等等 对现实黑暗揭露的内容 用极其暴力血腥的方式予以呈现 既然前面说到了暗黑现实这个关键词呢 那就代表着这部电影呢 具备不属于孤注一掷的现实黑产批判力 而怒吵呢聚焦的便是海外人口贩卖 和器官交易的行业内幕 当地黑帮会随处绑架女孩子 而这些女生被抓后 就会被当成牲畜一般穷迫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再然后呢 就是听天由命等待客户的挑选 紧接着更多骇人听闻的犯罪故事线得以释出 包括绑架 人口贩卖 器官交易 毒品 生意 暴力 执法等残暴罪行 这些罪恶行径 令人发指 展现犯罪世界的残酷现实 在犯罪分子的眼中 他们只是一堆金钱和利益的代名词 直到被剥削到毫无价值 变水泥风湿 灌注成一块块水泥板残忍丢弃 这种残忍手段 令人毛骨悚然 也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那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人口贩卖的肮脏声音 并不是怒吵的背景 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这部电影 不是为了话题和趁热度而临时 加入对这个现实肮脏的可话 相反的 这种肮脏 才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仇恨元旗 涉及人口贩卖和器官交易 是一个充满残酷与黑暗的真实故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情况确实很糟糕 但我们无法完全避免 尽管社会上有很多善良的人 但仍然存在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电影怒潮大胆把这个问题 编织成了一个故事 并成功地将其扳上了大荧幕 这无疑证明了 马玉科这位新人导演的大胆和决断 关注部电影的复仇部分 最关键的人物 便是张家辉饰演的陈安 在早年间 陈安只是一位平凡大众 虽然家境穷苦 并和妹妹相依为命 但日子那叫一个喜悦和幸福 而其中的幸福 有绝大比例来源于妹妹的体恤和陪伴 但就在某一天 噩梦降临了 走在大街上的妹妹 突然遭到黑帮的绑架 再然后便是一系列凄惨的遭遇 最后妹妹在一场交通意外下死亡了 而医生还告知陈安 妹妹在临死之前 将心脏捐献给了另一个人 又是拦路绑架 又是交通意外死亡 同时又还是心脏被捐献 从这几个特征点 我们不难窥探到一丝的可怕 因为真相的缘 不可能只是意外死亡那么简单 而是被黑产集团 用意外死亡和自愿捐献 来掩盖残暴的操作了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陈安妹妹的心脏的接受者 居然就是超持整个 黑产的老会长的女儿 当然这些阴谋 自然是被陈安看穿了 于是的话 身为复仇者决心 要将整个黑帮掀个底朝天 这影片里 张家辉彻底改变了 他之前的正直形象 这次他变成为一个 魔的感情的杀手 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行走 张家辉手里握着一把锤子 虽然他的打扮 看起来像是个普通的装修工人 但实际上 他拥有一种能够 娴熟驾驭锤子的高潮记忆 在电影里 张家辉穿着一件黑色的脸帽外套 手里拿着一个铁锤 在夜晚的街道上穿行 当他抬起头来 他的脸上却显露出一种 阴冷和狠烈的氛围 让人看了都觉得全身冰冷 关于张家辉这一次的造型选择 观众们除了感到恐惧外 还意外地感到高兴 以前总是以正面角色试人的 张家辉突然改变了他的风格 这也为这部电影 增添了不少看点 这部电影不仅对主演张家辉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而且在剧情设计上 也展现了与其他犯罪类型电影 不同的独特之处 电影名叫怒潮 意思是如同浪潮般席转的愤怒 而该愤怒的拥有者便是陈安 哦对了 怒潮有过一次改名 之前叫新秩序 我觉得根据剧情也是挺贴切的 不过从现实角度来说 哪怕陈安拥有卓越的能力 但他依旧只是刑单之淫 是不可能对庞大的黑帮集团 造成太多实质性危害的 就更谎论要让老会长付出代价了 那该如何是好的 答案便是四个字 黑帮换届 陈安复仇的时间点 恰恰就是老会长决定退休 新街办人即将上任的时刻 而众所周知的是 权力更新 是绝对少不了腥风血雨的 在电影中 王大陆饰演的马文康 便是该黑帮的高层之一 而他的命运也在权力更新的时候 被卷入了争斗之中了 在开始不久 老会长便被偷袭入院 再之后黑帮便来了一场大清洗 所以说陈安的复仇计划 并不是鲁满和非理智 而是一种借力打力的精心设计 而电影的精彩还不止于此 电影为了让厮杀环节 以及动作爽偏这个亮点 能够最大程度的被诠释 于是在黑帮和复仇者两派之外 还引入了第三方 也就是一转今天饰演的 麦朗问为代表的警方 从表面看 警方理应是打击犯罪的存在 即麦朗问应该是站在 陈安这边的 他们的共同目标 都应该是将黑帮给连根拔起 但在预告片中 我们却看到了硕大的黑警二字 而这一暗时的麦朗问 很有可能是某只黑帮势力 安插在警局的卧底 最后恰似无间道中的刘建民 但注意了 区别于刘建民的成熟 稳重麦朗问的人生 那叫一个残暴 是暴力执法的代名词了 与此同时 麦朗问也被卷入了某个危机 他急需赶在别人之前 将某个人揪出来 而这件事情的成功与否 也将会直接关联到 他本人的心理安危 说到这里 一个有关怒潮的特色点便出现了 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 我们几乎只能看到 政协对抗的局面 即总有一方 是代表着法律层面的正义 比如前面说到的无间道 由梁朝伟饰演的陈永仁 便是警察派往黑帮的卧底 而他的终极目标 便是要协助警察 将黑帮连根拔起 但怒潮却不按套路出牌 玩了一回全员恶人 无论是黑帮里的马文康 还是为妹妹复仇的陈安 亦或者是在警局工作的麦朗问 这三位主角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走上了忤逆法律的道路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禁欲系男神 所以说怒潮这部电影 是不可能不爽的 在黑帮内部有着各怀鬼胎的人 在外部又有着为复仇暴怒的陈安 同时在警局 又还有着为了自身命运苦命挣扎的麦朗问 高质上的决斗 黑吃黑局中局 无疑是本片的最大看点 随着各方狠人轮番登场 杀手黑警黑帮阵营相互渗透 他们各怀鬼胎的悬疑迷雾肆意蔓延 以这三方为代表的势力 在黑帮全力更替的时刻纠缠到了一起 你们说说这电影的厮杀程度会让人衰望吗 在电影后半段 众多势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在许多人手中都握有冷兵器 他们在一系列的追逐和战斗中 每一拳都能伤及对方 整个现场充满了紧张和刺激 尤其是李小龙扮演的陈国坤 哦不对 这个陈国坤扮演的称哥 哦不对 这个李小龙扮演的金牌打手 完了 给绕进去了 这个就叫专业 这场冲突的暴力与黑暗元素的激烈战斗 为电影的视觉效果带来了极高的观赏性 一旦这场猎杀赛拉开了序幕 就不会再有任何暂停的可能 这场由黑恶势力引发的对抗 也为我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震撼 在过去的两年里 关于犯罪和刑事的作品种类繁多 国内的电视剧也对此题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在相关的影视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电视剧狂飙和电影渐如磐石 都是今年获得优异表现的杰出作品 不仅在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和香港也涌现出大量以犯罪为主题的优秀电视剧 这些作品也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 关于电影里展现的人口贩卖和其他不正当交易 俨然已经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人类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无论涉及到哪个人都需要格外警惕 尽管电影很吸引人 但我们也希望观众们能够正视现实中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确保自己的安全才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来说 怒潮是一部充满紧张气氛和震撼人心的电影 它带领观众们走进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犯罪世界 让人们深刻意识到犯罪的可怕和正义的重要性 刚开始观影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剧情平平无奇 而且有些人物很违和 但这一切都会在影片结尾得到解释和答复 至于是什么呢 你莫就不剧透了 大家还是等12月16日影片正式上映的时候 自行走入影院去感受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有好交流哦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你们的一键三连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不是你某 一个不怎么正经的阿波族 我的车数很快 请系好安全带 那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